同学们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通过财务报表读懂人生 这里的人生指人生的财务状况,或者叫财运 下面我们先来思考几个问题 为什么有的人一生都生活在财务困境当中? 为什么有的人很快有钱了,又很快没钱了? 为什么有的人变得越来越富有? 为什么有的家庭会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有的家庭能富过六代? 所有关于钱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从财务报表上找到答案 通过财务报表,我们不但能够了解一个人,一个家庭现在的财务状况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预见到一个人,一个家庭未来财务状况 从有无资产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人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没有资产的人,我们称无产者 无产者我们又可以分为富翁和月光 另一类是有资产的人,我们可以称为有产者 有产者我们又可以分为中产和富人 富人只生前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比超过80%的人 有无资产,拥有什么类型的资产,决定了一个人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是成为无产者,中产,还是富人,这完全是一个选择题 无产者通过努力工作和适当的财务管理就能变成中产 中产遇到经济危机也可能变成无产 无产和中产学会实现财务自由的技能也能变成富人 这几类人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但是富人一般情况下不会变成中产或者无产的 因为富人精通实现财务自由的技能 富人只会变得越来越富有,直到最终变成富豪 下面我们以电视剧《欢乐送中的人物》为例子 来具体看一下这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的财务报表 我们先来看一下富翁的财务报表 富翁财务报表的特点 一、收入全部来自劳动收入 二、收入不够维持衣、食、住、行、娱乐等方面的生活开支 三、负债消费导致资本抵债已经处于财务危机当中 四、没有任何资产 五、掌控不住自己的财务报表 也掌控不住自己的人生 形成原因收入过低或消费过高 解决办法 一、如果是低收入 应加强学习提高工作技能 从而提高收入 二、如果收入较高 应控制消费欲望 提高结余 三、清偿债务并强制储蓄 四、学习实现财务自由的技能 购买或创造生前资产 人物代表 樊胜美 樊胜美月收入一万以上 不算低收入 自己消费虽然不太高 但是补贴家庭的开支过高 导致入不付出 人生预测 一、如果富翁不进行改变 其一生都会生活在财务危机当中 二、如果富翁按以上解决办法进行改变 也能实现财务自由 你认识富翁吗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月光的财务报表 月光财务报表的特点 一、收入全部来自劳动收入 二、收入刚好维持 衣、食、住、行、娱乐等方面的日常生活开支 三、没有任何资产也没有负债 四、财务状况极其脆弱 一旦失业就会变富翁 五、掌控不住自己的财务报表 也掌控不住自己的人生 形成原因 收入过低或消费过高 解决办法 一、如果是收入低 应加强学习 提高工作技能 从而提高收入 二、如果收入较高 应控制消费欲望 提高结余 三、强制储蓄 四、学习实现财务自由的技能 购买或创造生前资产 人物代表 秋莹莹 秋莹莹收入4000 属于低收入 住在欢乐颂中高档小区 加上其他生活开支 基本月光 人生预测 一、如果月光不进行改变 其一生都会生活在财务困境当中 二、如果月光按以上解决办法进行改变 也能实现财务自由 你认识月光吗?